台中市长胡志强为了打造有礼 而且充满文化气质的新台中 特别在国小临选出了6600多位 艺术天使和微笑有礼小天使 来自台中东山国中的管乐眼 演奏整齐的队伍还有嘹亮的乐声 一出场就获得了满堂彩 为了打造台中成为艺术城市 台中艺术教育联合展演活动 现场可是动员了500多位的表演者 主要的意义就是希望能够把艺术 还有品德教育推广到最基层的学生 就是从国小开始要他们懂得礼貌 懂得品德的重要 然后懂得欣赏文化和艺术 不仅是艺术教育 还有友善的品德教育 台中微笑天使表扬活动 在台中市各国小一到六年级 各班领选出一位 在艺术跟人文礼遇 有极出表现的艺术天使 跟微笑游离小天使 因为小朋友从市场手上拿奖状 我看他有时候僵硬 可是如果我跟他微笑 他跟我微笑 马上就不紧张了 所以微笑真的很有用 不仅强调智能教育 跟希望落实艺术的体验跟实践 让小朋友在轻松快乐中 感受真善美 培养想象力跟创造力 以及艺术的欣赏能力 让艺术的种子 从小扎根在生活之中 中天新闻 红树梅台中综合报道 传nat红树梅台中综合